欢迎收看一诗好辣 好 马上来欢迎我们四位的 帅哥美女好辣一诗团 好 我们今天三位是白宾 这两年多了 新冠肺炎 我们就听到很多的名词 什么 无症状 或是症状 中度 重度等等的 这些名词 大家听到都觉得害怕 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身体的状况 其实有时候 也会有所谓的 你不经历的或不知道的 你可能有某些某方面的问题 有症状的时候 那可能有时候会 真的会来不起 对 对不对 很多人问我说你打第三季没有 我说我第三季打了四个月了 我在等待第四季 就他告诉我说 第四季就是赶快得中奖 对啊 就赶快得中奖 抗体就上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这样期待 我小儿子在美国 就是打了三季 本来我要去看他 后来没有去 然后我们没有去隔了两个礼拜 他说我得了 所以他现在是无敌舔金刚 他说也不戴口罩 在美国天天打球 有抗体了 对啊 最强的 没错 像新加坡还规定不可以戴口罩 总理跟卫生部长都出来讲说 潜物戴口罩 大概三月份就讲了 说潜不舒服的人戴口罩 舒服一般人都不要戴口罩了 因为他们已经九成都打两剂 八成的人都打三剂了 对啦 他的那个 他们有条件 他的那个应该讲就疫苗的比例很高了 对 好啦 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无症状 好 也是这个无症状 是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很多妇女朋友 大概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披着衣服 好像说披着 披着衣服 它本来叫 它是介于 介于那个细菌跟病毒中间的大小 是一种微生物 对 那这种感染呢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它造成了我们很多妇女的不孕 但它找不到 不知道原因 我开始当医生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个研究题材 就是披着菌感染 它的感染为什么会可怕 就是它几乎没有症状 它的分泌物就一点点 也没有特别黄 也没有特别绿 就是一点点分泌物 是 从来不知道 那这些人 它也不痛不痒的 结果呢 比方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女生 她结婚了两三年 一直都没有怀孕 那她就检查 当年就是 大家没有想到这个病 检查一大堆 什么疏软管 摄影 量体温 什么精从检查 一大堆检查 通通都正常 那她的月经也规定 也不经痛什么 子宫内膜医院 通通不用想 巧克力囊肿 肌线流通通没有 都没有 结果后来有一天来找我 我就想说 我刚好做一点这种研究 我说不然 你要不要测一下这个 一测 我说有 怎么测你知道吗 现在很容易的 现在很多不应生医生 都知道了 就是说 用分泌物可以测抗原 用抽血可以测抗体 都可以测出来 那只有一测 就有啊 就给人家吃了两个礼拜 要夫妻都吃了以后 过两个月就怀孕了 所以在想会不会是 她的那个感染以后 造成疏软管的 并没有完全阻塞 但是一个发炎状态 让那疏软管比较差 如果你疏软管完全阻塞 可能有症状了 比方说堵起来以后 积水了 擦炎破也造到了 那不一样 有些人他没有症状 可是一样造成不孕 我们讲的是 拼预镜感染是一种 比方说轻度的子宫 那个疏软管阻塞 稍微堵一点点 打还是通 可是呢 路齐齐不平 不是容易子宫外印 就是不孕 这个也是有可能你说 症状都没有感觉 那疏软管造型也是通畅 那个咸饮剂通过 可是通过是通过 如果你有机会 做一种叫 疏软管静静去看 会发现说 里面是不太好的通道 那这个 也是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 因为子宫内膜异味症 大概十个妇女 再一个人就有 十分之一 比例很高 比例很高 但真正症状严重的 比例就没那么高 那有些人说 奇怪 怎么检查 抽血 内疹 肛疹 超音波什么都没有看出 有这个 就一直都不孕 等到有一天不得已做护腔进去看说 你有 你有轻度的内膜异味 就把它烧一烧 或者吃吃药 怀孕 这表示他先前的轻度内膜异味 还是造成他的不孕 还是有可能的 比方说有一个病叫 无软性月经 大家听过吗 很多人都想说 有月经来不是去排卵吗 错了 尤其那种周期 在20天以内的 几乎都没有排卵 就间隔两次 那他也觉得没症状 都有来 只是时间短一点而已 所以实际上一查 他没有在排卵 那么排卵既然没有淡 那精虫来 也没有用 淡不然 简单讲一个 精益的异常 请问每个人精益异常的人 他知道他异常吗 看起来很健壮 出来的东西 一看一样 要检查一下说 里面没有精筹 或者全部死光光 或者只会原地打转 也不会前进的 也没有用 笨精一堆 笨精 笨鸟 笨鸟 笨精 笨精 都没有用的一大堆 就发现 或者是异常的太多 这都是问题 就是你外观看 都好好的 我有个朋友 他就有点异常 什么异常 经意异常 你怎么会知道 你朋友经意异常 因为他就看了医生之后 他跟我们分享 因为他觉得很理解 他是发现 你们这么卡路什么的朋友 他跟大家讲 就是拿出来讨论 因为他们之前也是 想怀孕 就是没有怀孕 然后结果他有一次 在自己来的时候 结果他发现 就是做射精了 就是到最后射精了 结果他手上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他是空炮弹 正常的应该是 我们讲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 那个精益正常 应该怎样说每次射出来 大概要有两cc 那每一cc 大概有两千万只的金虫 两千万只以上 然后他的活动力 至少要50% 有一半以上活动力还OK的 然后那个不正常的 就涨的那个期间 要低于30% 疫情的那些 这个大概是说 几个条件是符合 才叫做正常 还是年龄也是有关系 我想两千万以上 他会 就不大 像我们这种年纪呢 他就是想知道 只是帮我同年纪的问一下 他为了正好颠倒 他很怕有人怀孕 不是 我结扎了 不要关心 我结扎了 不好说 结扎了 因为我跟我先生 其实就 我们没有非常享生 但也没有抗拒生小孩 就自然 就自然 但因为我们其实一段时间 都没有备孕 就想说 就是都没有避孕 就想说 怎么会都没有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那不然我们去做个检查 我直接问医生 因为我也靠近 高龄产妇的年龄 会不会其实我的身体已经 他已经不愿意接受受孕 这些 我也不适合怀孕了 那我们就开心就好 我们不用有什么压力这样 这检查做下 我真的觉得 有一种 毁天灭地的感觉 真的 真的 因为以前 以上症状都有 没有症状 就是无症状 我不知道 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月经也正常来 就是偶尔会有一点 就是发神经 会比较早来 提前来而已 那我就去做检查 做检查就先抽血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叫我要做 疏软管摄影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盼你的疏软管有阻塞 我就在疏软管摄影 这一关整个大卡住 我去医院检查 其实是大医院 然后那个医生 其实他污染 他搞错了 他在这一间跟我说 好 你明天来 我做完手术之后 立刻来帮你做疏软管摄影 结果我隔天去 他在另外一间医院 开刀 所以他赶不回来帮我 做那个摄影 他就说 他请他们 就是放射科的主任帮我做 所以我就这样躺了 大概一个半小时 他们就是找不到我的 子宫颈的开口 然后我的那个压嘴就这样 放进去拿出来 放进去拿出来 后期忍到一直在发抖 然后每一个医生都弄到 就是汗流浃背 是每一个都想看来看的 我也觉得 感觉真的被很多人看过了 男的 女的 年轻的 所以 有点年纪 全部都看过一轮 然后他们就一直说 赵小姐真的不好意思 你再等我们一下 我们再拿一个垫子 帮你垫高一点 然后我也就尽量配合 其实脚已经快抽筋 因为脚一直张开 然后就这样 医生就弄弄弄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 不然 可能是姿势的问题 不然我们 帮你推上五楼产台 就弄了大概 整个过程两个小时 我先就在外面等 想说在干嘛 为什么那么久 等两个小时出来之后 我就跟我先生说 先回家吧 明天再来找医生弄 因为他们找不到 找不到 对 找不到我的子宫颈开口 就隔天又去 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医生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 就是摆这个乌龙给我 然后让我被大家都看 他就说 真是不好意思 我就记错识 不然我今天帮你做 然后我就又上去 然后就说 周小姐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就想说 是不是什么坏消息 他跟我说 因为你的子宫颈开口 比一般人家更里面 很深 他就一直说 你的子宫颈非常非常里面 所以他们昨天非常不好弄 OK 我现在知道 他的位置在哪 我们等一下就下去X光间 然后我们就慢慢弄 很快就好了 然后我就第二天 又躺在那边 大概又躺了40分钟 才终于又搞定这一切 结果还好 我的树卵管是通的 但是我的验血检查 是不OK的 因为我的AMH值是0.74 那很低 意思是说 我天生的软子数量 就比别人还要少 所以我可能会提前进入早跟 就是提前进入更年期 所以我现在软子数量又少 然后我的子宫颈的开口 又非常非常里面 所以代表我的跑道很长 如果那选手跑 我不信了 永远新郎就遇不到新娘这件事情 对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去做检查 才知道的 你要原谅这个方舌科医师 因为他不是妇产科医师 他不像妇产科医师 这么会内诊 那这个问题出在 大部分来讲出在那个子宫颈 子宫的前请跟后请 很厉害的人会很难做 就是说他根本找不到子宫颈 开口 之后案例有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先进的妇产科医师 也是找不到 我们去看说 这个你要重新再放一遍 那有些甚至因为肌瘤腺瘤 把它弄成歪的侧面90度 那也很难找 但我倒觉得我的经验是 女生比较有症状 女生可能因为 经级不正常 或是有一些分泌物 或一些下腹疼痛 就会抓出来 男生几乎都是无症状 就被绝后了 我们后来统计有两个行业 很危险 仓癌 球医 一个是厨师 一个是计程车司机 为什么 因为温度影响我们金虫的 那个活动力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要保护自己 说冬天冷 他就要进去我们身体 靠近我们身体 用身体去保温他 那你会 那我刚刚讲那两个职业 有没有 你会发现那个厨师 是一天到晚 在面对 在烤淡淡的 对 在烤 然后那个继承车司 或长土司机 它是大腿跟我们的臀胀 变成一个像孵蛋一样的 这种保温 那所以他们有 研究只要12个小时 这样做的话 是对金虫是非常非常伤害 我就举一个 我临床碰到的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 我喜慎是一个 一个奶奶的小孩 他们夫妻结婚了三年 都生不出来 太太是上班族 然后先生是那个 开计人车的 然后他们一直认为 是女生的问题 所以女生先去检查 检查半天 全部都正常 男生很不好意思 男生又不想去泌尿外科 他就想说 肾脏科会不会跟泌尿外科 是差不多 我跟你讲差很多 我运去看泌尿外科 不是看肾脏科 验金虫那是泌尿外科 他是因为认识 就先来咨询我 那我第一个我当然问他那个男生 男生真的长得就是 高高壮壮的很健康 那我问他说 那个饮食什么那些都正常 但是他就说 我就问他职业 我那时候还不晓得职业 他果然就是 他比较努力 有时候会开到12个小时 这个就是高位 第二个我会问他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用那些什么 汽车香水相分 大家知道 我们汽车是一个密闭的 因为我们都在室内循环空间 那你知道那个 那叫定香剂 我们很多那汽车香水 你会那么香 那就是塑化剂 你知道塑化剂去女生 会造成一些什么乳癌 什么卵巢 男生就是补孕 男生其实一直吸 你有没有想过 你开机车12小时 你吸了12小时的塑化剂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他都有 所以我就后来跟他讲说 第一个你还是先去 那个泌尿外科 查一下你的金虫树木 刚刚有提出那几个是否正常 果然他的金虫树木 大概就小低于500万 那我是建议要这个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离开你的职业 还好那个男生 他平常有在做一些网拍 他说试看 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试试看 离开这个职业一段时间行不行 他大概半年之后 他就怀孕了 就是他只专心做网拍 没有在开计人车时机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真的是男生金虫 真的有问题 其实他想看温度 温度是一个很严重的 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塑化剂 你这两个要抓出来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